今天这个直播是要来改友善我的线上课程的同学们的作业 第一张 这位同学他是给Procreate档 但看起来他的图层是已经合并起来 只有留下影子跟瓶子分开 其实以造型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通常在画这种圆柱形的圆柱体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容易犯的错就是 这几个弧线会长得不一样 因为这些圆柱体啊 就是我在教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椭圆形 然后复制之后直接拉下来 旁边连两条线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画好一个圆柱体 如果中间有一些久标什么的也是都用复制的方式 再把后面看不到的地方擦掉擦掉 这边的话可以先直接用液化的功能 酒标跟瓶身应该是要紧紧的贴在一起 所以这里把它偏远擦掉一下 那这种玻璃的物品反光的地方可以再白一点 像这些反光的位置加上一些白色 看起来就会更像玻璃的反光 瓶身上面感也会有一些倒影之类的 盖子跟瓶身中间这里要有一点凹进去 瓶身再修饰一下 再来调整它的这个酒标 这个瓶子里面有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现在酒标上面的字 因为它涂层已经合并了所以我没办法单独调整字的弧度 圆形的东西上面如果有一些字的话弧度也要跟着这个圆形 我把它这里先框起来 在这边用这个桥取 刚拿了一瓶酒精来看装发九分嘛可以示范吗 怎么说就是画图的时候不一定要画到跟真的东西照片一模一样 就是要只看画面的时候会觉得它看起来是合理的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就是以我现在只有看到这张图去想要怎么改把它改成一张合理的图 就是现在这个瓶子感觉是不透明的 如果它里面有装一些液体 或是可以看到透过去的后面的东西 比如说酒标后面应该会有一些影子之类的 然后瓶子的底部 可能也会稍微有底部的那个弧形 然后我继续帮它加上有一点透明看得到 后面透出来的那个感觉 这样子就有一点透明的感觉了 跟它原本那张比起来 可以再让影子有变化一点 靠近物品底部这边 颜色可以深一点 旁边的影子擦掉 因为瓶子它本身是瘦瘦的 它影子的范围不会到那么大 那这个瓶子就改到这里了 先上底色再上深浅色在你那边有点茫然 好的那我就再讲一次这个东西 先上底色就是这样 先画到先把它主要的色块画出来 然后上深色的话就是影子 假设光源是从左上方过来的话 影子就会在这边 那有影子就会有照到光的地方 所以在左侧这边就是把颜色调亮一点 这样是深浅色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是稍微描一下它的边 让它物品的轮廓再清楚一点 像这样描边 大概就是这几个步骤就可以画完一张图 想问从写实会画转插画风格 要如何简化实体跟找到自己的风格呢 写实变成插画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画写实的东西 就是看着实际的东西画 然后熟悉它的造型之后 就不要再看东西了 就直接把你脑海中的样子画出来 然后再多画几次 就是要有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 不是说直接看着照片 然后同时画出一个插画版的图 这样有点太难 再来这个是鲑鱼 但我好像课程里面 没有示范鲑鱼 但没关系我还是 还是可以帮它调整一下 然后它很好 它这个有放涂层 可以先来看一下它的每个涂层 它画图的步骤 底下看起来是盘子 只是应该是没有画完 所以它把涂层关掉了 盘子先不管它 我们先看鲑鱼本身 最底下的涂层是长这样 然后第二层是 有加深颜色 第三层是 绿色 就是让它颜色变亮 不过这边有一个小问题 这个是颜色比较深的涂层 上面这个是颜色比较亮的涂层 但是如果仔细看它涂层里面的涂案的话 会发现涂案是几乎重叠的 等于说它把这个鲑鱼先加深 又同一个地方再加亮 觉得画的一眼能看出是鲑鱼已经蛮厉害了 其实没错 就是画图主要就是让人家看得懂你在画什么 接下来才是追求画得更好看 或是更写实 涂层的用法 这边再讲一次 这样是鲑鱼的底色 那新增涂层的用意 第一个就是要帮它加上亮昂 第一个就是用加深颜色 让它有影子 再来第二个 再新增一个涂层 可以换加亮颜色 然后画上它 瘦光面 画好这样 然后上面想要再用一个普通涂层来加细节 表示我来帮它加一些纹路 所以涂层的话应该会是第一层底色 然后再来是用来把它加深 或是加亮用的 然后最上面如果还有新增一个 普通的绘涂层 那就是再加一些细节 然后用它现在这张图来让它的灰云 一块一块的感觉再明显一点 我现在用的是加亮颜色的功能 然后用灰色来把它 先把它一块一块的边界裹出来 不过它这张有一点我觉得画得很棒的就是 它的光源方向很一致 就是 光线都在这里 然后这边都是影子 就是有去看懂光源的方向跟物品的亮面 再来是把影子的地方要把它加深一点 这边就选加深颜色 它其实有把盘子的 圆形 画得蛮完整的 可以先复制它 然后让它上一点点 阴影色 把它等比例缩小 把它等比例缩小 它就是盘子里面 比较凹下去的 地方 因为光线是从 左上下来 所以 盘子一样把右下先 加上一点阴影 然后在 靠近边边 但是还要留一点点距离的 这里 加上白色 内圈的话因为它是凹下去的 在这边它是会有影子的 最后再加上 鲑鱼们的影子 它这种有点透明透明的东西 我就会直接用 带点透明效果的水分 画这个笔刷来画 那盘子的 就是白色物品的影子 我觉得直接用灰色来画蛮无聊的 所以我通常会再加一些 蓝紫色在里面 可以让它的色调 比较丰富 鲑鱼就这样也盖好了 主要就是加盘子 然后跟 让它三块鲑鱼中间的 分界再明显一点 第一个是先看它的草稿 这边可以看到 还有先画出一个椭圆 就是先把整朵画的 形状画出来 然后再把里面的 花瓣 慢慢画出来 草稿没什么问题 第1个涂层是 加深颜色 画出 花瓣上的条纹 然后它第2个涂层 也是加深颜色 是把花瓣 重叠的地方 它有加上 深色 然后第3个是 高光的部分 其实用色 跟涂层的用法 都没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比较需要调整的 就是 造型 还不够自然 就是画起来的 一些 线条 跟形状还有一点 生硬 那这个 就慢慢多练习几次 就会好了 所以我也是小小的 调整一下就好 玉京香它的花瓣 是有一点 就是这样子 凹起来 有点像汤匙的形状 就是我们远看花瓣是这样一条一条的 可是实际上它的表面是这样凹下去凸起来凹下去凸起来 可以在画阴影的时候稍微粗一点点 这个花瓣在底下是被遮住的 所以它的调纹 我跑过来这边 你要用夹身颜色 然后去看花瓣像 左边这片的话 想象一下它后面会长怎样 它后面应该是 就是要脑布一下花瓣它完整的形状 再来是 高光的部分 一样只是比较不自然一点啦 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就好 可以用假亮颜色 然后一样顺着花瓣的 形状还有上面 调纹的 方向 那这种 有点圆弧形的物品啊 它的边缘这里 是会有一点反光的 最深色的影子 会再进来一点点的地方 好了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细节 它这边叶子 缺了一角 咬了一口 我在上课的时候比较常用绿色这个效果来 加亮 其实除了绿色之外 加亮颜色 还有添加 也都可以用 只是在上课 在教科那个期间 我比较习惯用绿色这个效果 花现在看起来 有一点平 一样就是 太过于 就是专注的话 每一个花瓣的 亮暗 然后忽略了整体 叶子的地方一样就是整体的亮暗 比较不明显 花的下面这里 这边可以再深一点 如果花是这个方向的话 看下去应该是花的 正面 这几片应该是在花朵的 底下这里 可以把它们缩小一点 或是直接擦掉 我要把这个很可爱的摇一口叶子擦掉 拜拜 然后中间的筋 是它的圆柱体的感觉 出来 变这样子的 看起来有比较有立体感一点 就是跟before那张比 好它现在这里有一个 这看起来应该是影子啊 只是涂成效果选到正常 若变成 加深颜色的话 就是把它一些阴影的地方加深 眼睛的位置有点乖 对不对 看不开 我直接用液化来调它眼睛的位置 就是在画动物啊 或是画人的时候 如果整个画完了才发现 五官歪歪的 就直接用液化吧 拉到对的位置去就好 看开一点 踩踩 开一点 就是下巴应该会是在 脸颊下面 这里 大家都会脚脚脚就画这样子 但是如果要让它比较正常一点 应该要把脚脏 画出来 这样 所以我们先来让它长出脚脏 大腿的内侧 应该也是膨起来的 大概这样 其实它的身体跟头 整体造型形状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影子的部分可以再加强一些些 海龟好像没什么特别要改的 我觉得画得很棒 头好像现在太右边了 我觉得剩下一样就是立体感而已 就是这张海龟它的造型 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连纹路都画得蛮细的 那就一样把它加强一下立体感 这样就可以结束了 between the two of the other and our rooted 然后玟颗如果从侧面看的话 羽毛如果从侧面看的话 形状会是这样 然后边边也是有点翘起来 有一点铜锣烧的形状 然后边边也是有点翘起来 一个铜锣烧的形状 先看一下草稿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一樣就是腳掌 手掌腳掌 那頭的部分啊 這邊要把它連好 就是頭頂穿過耳朵之後到旁邊 這個形狀要把它連好 因為是先有一顆 完整的頭 上面才會長出耳朵 這個在草稿的時候 畫好一點 後面上色比較不會歪掉 你看剛剛草稿因為他的腳掌 沒有畫出來 所以完稿的時候就變內八了 因為鱸鱸當初真的內八 我覺得在改這些有參考照片的作品的時候 都會很懷疑會不會照片原本其實就這樣 因為他這張本來颜色就淡淡的 我覺得如果讓他立體感太強反而會看起來有點奇怪 就不管它加立體感 因為它其實本來就有在 像是肚子這裡或是下巴這邊 就有加一些都淡淡的 多再畫好了 再來下一張也是魯魯 這草稿好讚 大家我覺得這草稿好讚喔 它就是很童趣很可愛 然後線條又很俐落 就是如果是這種比較粗粗的線條 那顏色就可以直接用色塊的方式來上色 這樣就是一個很讚的它的塗層 這裡有一個線性加深塗層 可是我看不出來它有什麼效果 那就把它刪掉了 那畫白色的東西的時候啊 底色可以讓它深一點 邊緣整理一下 身體跟大腿它有點全部混在一起了 大腿是這樣兩個圓圓的 然後身體大概是這樣而已 手過來 頭型要把它連好 這眼神也很讚耶 不想改它太多 我想要保留一點它原本的風格 這樣 草稿跟線稿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草稿真的就只是一個草圖 可是線稿的話是可以成為一個單獨的作品的 如果要讓線條的感覺豐富一點 就是要有一些粗細變化 那粗的線條就是主要的輪廓線 細的就是裡面的細節 像羽毛這種就是用細的線 現在中間這些羽毛全部混在一起了 如果要讓翅膀分開一點的話 動物的身體啊翅膀 就是有找到他們該去的地方 沒有說翅膀長到肚子上了之類的 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其實整個構造是抓得不錯的 像這個翅膀在這邊 如果沒有把它描住一點的話 看右邊那個before的圖會覺得是同一片翅膀 下面這件也超可愛的 胖胖的 也是小幅度的改一下 加強一下粗的線條跟細的線條區分清楚一點 這個的話是我的課程裡面 第一個讓大家開始畫圖的 所以教這張作業的同學 很多都是剛畫圖而已 就算它是一個很完整的場景 但不是說先上完小物品 上完場景才組合在一起 我第一個章節就先讓大家畫一個大場景 就是先了解一下畫圖的步驟 比方說先草稿再現稿再上色 然後背景跟主體主角的圖層要怎麼區分 這樣先讓大家有一個大概的概念 在後面再慢慢教每個小東西要怎麼畫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的圖可能會看起來比較沒那麼熟悉的感覺 先看一下圖層 這張的圖層就是完全有照著課程教的步驟 這些圖層有做對了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是有看懂圖層到底是要怎麼用 線稿可以看得出來還不是很熟悉物品的畫法 先講線條好了 我先把顏色都關掉 混著在走路的貓咪我們可以把它拆開 身體是一個長方形 很像在畫那個嘴巴吐彩虹的那隻貓 第一個就是身體的部分 這邊的弧度 再平一點 然後尾巴應該是長在上面這裡 靠近自己的腳跟比較遠的腳 現在有一點 現在很像是站這樣子 所以它的前後 前後要把它區分開來 然後身體其實整個有點太長 可是也可能有很長的貓 所以長度就先不管它 大長貓之類的 好 顏色這邊 會覺得身體就是白白的地方有些髒髒的 那是因為影子上的位置 不對 可以像這樣複製已經畫好的底色 把顏色調深 再把不是深的地方擦掉 這樣做是因為初學者有些可能不太知道影子要怎麼下筆 就是剪髮會比加髮容易 你先把整張圖 整個圖案顏色變深了 再把你覺得那裡應該沒有影子的地方擦掉 會比直接 新增一個空白塗層 然後加影子還要容易一點 在後面的草皮這裡啊 沒有照著線稿的線條上色 補一下 花的部分一樣是要去了解一下花是怎麼長出來的 它會先有一個中間花蕊 然後花瓣是從花蕊旁邊長出來的 就是要讓它花瓣全部都是放射狀的這樣 這樣長 就不要一個一個蓋了太多了 然後像線稿這些 可能是畫到花的地方 大家耐心就沒了 所以這邊的線稿都會比較亂一點 這邊要結好 結好 多餘的線都擦掉 那月亮我們之所以會看到什麼上選月下選月 是因為它被影子擋住了 不是月亮被咬一口的 所以月亮後面不會有星星 我也是曾經犯過這個錯 然後某一天才想到這件事 那邊只是影子 那邊不是沒有東西 它這個已經有用光韌的效果了 所以擦掉之後會有點生硬 但沒關係 只是講一下 科學的東西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亮面的部分 OK 影子的部分 也OK 下一張也是場景 剛剛在收圖就看到它有一個字 超可愛的 先檢查一下塗層 OK 塗層沒有問題 這張我覺得很OK 就不改它了 我就只是稍微講一下而已 一樣就是尾巴跟屁股這個位置稍微注意一下 比較遠的那隻腳可以上去一點 眼睛位置再過來一點 大概就這樣而已 就是貓咪調整一下 像這樣就會感覺出是有細心在畫線高 草地也有沿著線高畫 很好很好 我們在練習畫人的時候 不要一開始就畫出很寫實的人 先從比較Q版的開始練習 等你找得到五官的位置在哪之後 再去把每個東西畫寫實 眼睛位置太高 頭頂到眉毛左右 眉毛應該大概在這裡 那我們在畫人的時候 可以自己照一下鏡子 就是耳朵的位置很容易畫太高或太低 就是可以看一下耳朵連過來這邊 大概是眼睛的上面 耳朵下方連過來大概是到鼻子的下緣 所以耳朵大概是這樣 其實把他的眼睛位置往下拉之後 就蠻正常的 原本是就是眼睛太高而已 脖子稍微撈進去一點 然後身體對稱一下 然後這個上色我覺得上得不錯 就是皮膚色 實際上我們皮膚的顏色 都會比較偏塗黃 就尤其是亞洲人 我調一個跟我皮膚比較接近的顏色 會是這個顏色 所以如果是畫插圖的話 就是要把顏色再調 飽和一點 亮一點 用這個來畫膚色 就是顏色會比較好看一點 所以我覺得他這張的用色用得不錯 下一個人物 這個就比較難了 我之所以 課程裡面會有這麼複雜的動作 就是要讓你去找出身體的構造 這邊手其實可以讓這個邊線再深一點 然後手掌的部分 這個已經變成棋了 但我課程裡面也沒有很仔細教 手怎麼畫 所以就放過他 其實畫的算蠻短正 沒有到整個人很歪 就是一些小地方注意 然後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 頭太大了 畫面轉過來你就會發現 就會知道問題出在哪了啦 臉的 三根的位置 就是顏頭三根 這裡就不對了 腿跟寬部這裡 我先畫一下比較正確的構造 應該是長怎樣 腰下來這邊的話 會是一個 寬 寬關節 寬關節就是畫一個內褲的形狀出來 這樣就會知道 腿要從哪邊長出來了 腿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上面還有一個屁股的位置 不會說腰就直接折過來 然後大小腿的長度要注意一下 直接拉一條直線過來 後面這隻腳 不太會站 比前面那隻腳還要 還要過來啦 在同一條線上 或上去一點點 如果覺得 人體構造 常常畫起來都歪歪啦 就模仿一次他的這個動作 做不到 這樣也沒關係 不用做到跟他一樣 你就會知道自己動到哪些關節了 這樣就這樣 就不幫他上色啦 好 那再來的話 把這張 他應該是上完課之後 自己畫了一個 自己 或是他朋友 反正不是課堂上的示範作品 先稱讚一下 我覺得手畫得很好 他有把那個握住的感覺畫出來 手掌沒問題 可是 手肘到手臂這裡 先在草稿的地方 把關節連好 肩膀 手臂 然後一樣可以看一下手臂的位置 手肘的位置 大概在肋骨這邊嘛 像手臂大概在這裡 這邊就是手肘 前側的手臂跟手 手指頭 就是這邊 這邊太多了 這裡要吐出來一點 既然都畫到手腕了 就把手畫出來吧 好的 今天要改的作業都改完了 我盡量不要講太嚴格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就是畫圖是畫好玩的 但是如果太挫折的話可能就畫不下去 畫畫是好玩的事情 是輕鬆的事情 想要地獄的人可以跟我說 不然我會偏實一點 謝謝大家 記得去把我youtube頻道的影片看一看 拜拜